都是我的大平堂 水 哈囉 我是釣魚爸查米 這次跑來宜蘭 城市釣課 已經非常非常久沒有了 所以今天就來城市釣課一下囉 OK 來GO 看到今天特別不一樣 就知道 要幹大事啊各位 會吃力嗎 還好 如果可以的話 還是盡量 兩個人啦 我是比較怕 不意外 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這樣應該就差不多了 OK 出發 這邊有滑薩 然後涼亭這邊有掉 手乾的 而我們 是來踢圈的 那等一下 朋友他就先踢圈 那我就先去按拋 那我們就整個大事先尋一下 按邊的 然後我等一下再來玩踢圈看看 那我再來玩踢圈 給我看看 我覺得這不是好 這不是好 那真的是還要是 這個 不是好 超過山桿吧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場地很大 有囉 唷咻嚕 嘿嘿 打啦打打打 有沒有 岸邊的豬排 釣魚吧 那我們現在就要去 踢圈 我們來嘗試看看踢圈 應該會比我在岸邊 窯況好很多吧 可以喔 我快想拉屎欸 咦 不行我要拉屎了 帶一大屎要噴出來了 現在就可以開始正式的下水了 OK 出發了 Respect 希望今天有好話 感覺滿滿的 都是我的大平台 很舒服啊 之前來這邊的時候 就已經看到有人在滑薩伯 然後釣魚 就一直很想要體驗 今天沒什麼人 一個包床的Style 有了 哇 哇 Style 有沒有 有沒有 哇 Nice 鵝魚吧 可以喔 今天的這個很大 整個尾巴都被剋掉了 這隻真的很兇 這隻真的很兇 這樣子 耗損率其實是滿快的 在換耳的過程中 我就順便來介紹一下我用的 我用的其實是大家就是滿熟悉的K牌 它其實呢 價位滿平移近人的 個人是滿喜歡 OSP的 它OSP其實很貴啦 所以後來我就選擇K牌 那這款 它也有一點入味 然後曲餅購的話我是用 1斜0的 那沒什麼特別的啦 其實我用 買這種 魚型軟沖或的時候 其實我都喜歡用雙色 那其實它有一點偏自然色 就少不知道這樣 喜歡哪裡就丟哪裡 但是 珍珠石斑其實開箱要開得準 都丟這種障礙 然後看走線 有有了 你看又走 這時候就代表有了 有有有有 放點線 蓋線盃 開箱 有沒有 哇 很可以喔 哇 哇 珍珠石斑 可愛 nice fish 放它回去 bibu 我個人喜歡啦 就是障礙你只要打的 越刁鑽 越刁鑽越有機會 然後喜歡玩無牽的原因 也是因為開槍 如果你今天用雞頭溝的話 其實它一落水 其實它很容易著溝 很深喔 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走線 準備喔 1 2 3 哇靠 哇 哇 這隻超巨大 各位 巨大又誇張極致了 這隻應該有30以上耶 整個T圈好像開啟了新世界一樣 不是說 技巧還是怎麼樣 但我覺得這邊就是標點太多了 然後很完美 真的很完美 這個場 然後很明顯 就看走線 你看 現在這個走線 看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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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哇 看走線 哇 這隻 給它吃太深了 真的是 珍珠石斑滿天下 拜拜了 落下 哇嗅嗅 珍珠石斑 哇宜安的豬排真的是很多啊 是窯礦合好的 那現在呢就慢慢回去 就就邊拋邊吊吧 比較輕鬆一點 欸小隻不要來小隻不要來亂 小隻不要來亂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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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比較黃耶 不知道為什麼 每個體色感覺都不一樣 這個夏天還沒出海 所以只好來踢圈一下 OK 那整體來講的話岸邊有 那如果要掉比較大的話 可能要踢圈然後到對面去 那我這邊是有看到朋友 然後在這邊掉了40公分 很可怕 很可怕 我以為他不知道掉到什麼東西了 結果也是一樣是豬排 那這個踢圈的話 如果你們想知道的話 應該在Ticano 應該都看得到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囉 OK 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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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